第一方面,便利台胞来敏交流和生活工作方面共有四条 一是在敏振通APP设立台胞专区 首批推出28线政务服务视线 为台胞台区提供办事服务、政策解读、台海资讯等一站式服务 二是在平函中和实验区工作的台湾同胞 个人所得税税付差额补贴免生计刑 台胞登陆敏振通APP 通过台湾居民个税补贴免生计刑授权模块办理 经核准后补贴将直接发放到台胞个人账户 三是健全完善台胞医保健保福建线上服务平台 四是面线马祖同胞推出辅马同城通卡 第二方面,扶持台资企业发展方面 共有六条 一是设立台商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 二是依托海峡股前交易中心台资版 进一步服务台资企业 三是在福州、厦门、泉州 实施对台跨境贸易便利政策 四是加大对台资农业企业金融服务支持 五是支持炳台行业传播和企业发展 六是推动炳台共同开展标准共同合作 第三方面,鼓励台湾同胞来宾就业创业和培训实习方面 共有三条 一是组织实施海峡两岸互联网营销师 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计划 二是拓展台胞参与福建气象工作渠道 二零二十年提供十个工作岗位 支持台湾气象专家到福建气象部门工作 三是为台胞在敏参加多种类传言培训 申办大陆传言证书提供便利 在厦门、平潭等地 向台胞提供常态化的海员高级船员 游艇驾驶员、游轮乘务员培训服务 对于在台湾参加过相关培训的台胞 认可其培训之力 下一步,继续与台湾同胞福祉为恋 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区域与成果 让台湾同胞在共建两岸融合发展四万七中 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